接下來是課本在這裡放了一塊叫做環境污染 談一些環境污染的問題 第二教的叫做空氣污染 第一個是我們複習回顧 以前教過的大氣成分的演變 有一個隨著地球形成的時候就有的大氣成分 你還記得有誰嗎? 蛤? 有誰記得嗎? 一開始有大氣有誰? 不記得了 完蛋了 驚害安根甲腕 可是因為地球引力不夠 然後還跑掉了 不見了 沒有啊 那現在的大氣最早的時候 所謂的早期大氣來自誰? 來自誰? 三個教過啊 早期大氣來自來源還是誰? 火山 有沒有 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它噴出的氣體以及岩漿凝固釋放氣體主要是誰啊? 二氧化碳水 水氣第一位第二位是二氧化碳 但是第四位第三位是二氧化硫 那是因為跟現在誰都沒關我們就把它跳掉不講 然後就演化對不對? 然後就轉成現在嘛 怎麼轉還記得嗎? 水你怎麼不見呢? 光耳作用 水怎麼不見呢? 東涼 淋結 凝結 變成 降下來變成河川浮潑 哎呀 哎呀它那怎麼不見了? 光耳作用 光耳作用主要不見的方法 還有前面兩個方法 記得嗎? 淋結 東西 那是 一溶解在海水中 二氧蓋結合成 此為也 現在是光耳作用 然後就轉變成是以誰為主? 蛋跟氧 然後我們就說現在大致分兩種 一個叫故地基層 各地的成分都差不多有誰 國小學兩個 國中多一個 誰啊 剛才講的蛋跟氧 還有一個誰 氧 對 蛋、羊、氧 然後我教了三個變動基層 三個你還記得嗎 水氣 那講話叫做氧 就是我們教過的 跟你講我們大氣的成分的演變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東西 OK 演變過程 這樣子 好 那 現在這個是大氣 所以你會知道 自然界中大氣的成分就曾經變化過對不對 以前這樣現在那樣對不對 有變化過 所以大氣成分是會變的 比如說火山爆發噴個氣出來 也會改變成分 這個是天然自然的因素 我要講的是人的因素 因為人類的活動關係 造成大氣的成分改變 而且是不好的改變 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所以呢 西洛羅會對你身體不好 叫做空氣污染 所以我要講的是空氣污染 人類的活動造成的空氣污染 大氣的成分不好的改變 不好的改變 那根據空氣污染防治法 空污的東西有這些氣狀 氣體的污染物 氣體的污染物 那這些叫氣體的污染物 還有一個叫做栗狀 顆栗狀的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 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的 的栗狀污染物 還有呢 衍生的 從A變成B的 這有叫衍生的 比如說臭氧 光化學反應 噴出來的肺氣被光照產生臭氧 所以臭氧是一個光化學反應的結果 八百元反應過這些東西 衍生的污染物 有毒的 有毒的東西 還有呢 會臭的 會臭的 就是空污法所說的空氣污染物質 包含這些 包含這些 就是空污法所說的空氣污染物質 OK 然後其他 其他 好 剛才講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你看這兩個本身就是有害的 本身就會造成你呼吸道的問題 造成這個現象 哮喘、肝咳、頭痛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們後來會衍生出痠雨 後面會提到 人家會痠雨 好 然後空氣污染會影響到植物的生長 然後呢 如果你長期暴露呢 會造成汗性的病變 好 這個前兩年吧 我們的聯合國已經把空氣污染列作致癌因素 致癌因素 致癌因素 你會導致癌症 致癌因素 然後呢 濃度高呢 其他都會死效效 如果他有毒的話 死效效 然後呢 來源就這些 來源 你汽車 台灣的空氣污染物質的主要來源就是 汽車跟機車所排放的廢氣 好 台灣的空氣污染來源 主要就是機車排放廢氣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焚燒林地 這樣的印尼 那是印尼 好像是印尼 它會燒森林 燒 燒掉然後開田 造成一些埋害 造成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埋害 就是焚燒林地的關係造成 所以這些都是所謂的 空氣污染的來源 跟各位簡單的做一下說明 OK